几个尺寸要特别注意 这边是60 他只有给我们讲60 比如说从这边到这边是60 然后呢 这边有一条线40 40 然后这一条线多少 这条线 是不是没有飙上去 这条线的话 当然这边如果30度 对不对 那这边应该是几度 因为这边是90 所以60 那也就是如果我这个长度不知道 我可以画长一点 没关系 然后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的话 这边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 你可以用极座标 它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极座标的话 这边我可以给它一个 一条线 那这边是60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 把这一条线怎么样 偏移过来 这边就会有一个焦点 偏移多少 偏移60 60之后的话 这边再转一个角度 这边是多少 65 所以这边65之后的话 那我们 当然这边极座标就没有办法做了 除非说你要算一下它的角度 如果说你要算的话 其实也挺麻烦 刚才我旋转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画一条线 垂直线往下 那角度记得 极座标再把它调回来好了 调成45度 OK往下 那就会产生一个虚线出来 我们距离不知道 我大概给它画一条线就可以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角度可以用30度 极座标在这里 OK可以用 因为它这边角度是30 那30的话呢 我不知道多少怎么办呢 往这边多一点点没有关系 点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刚好水平的距离是60 所以我用偏移 偏移多少 偏移60 Enter 然后把这一条线呢 偏移过来 偏移过来 OK 那就会有个焦点了 所以焦点之后的话呢 就把这边修剪 空白一键 把多余的这条线删掉 那这个 是一个辅助线